就是好的先進的觀念 我們把他引進來 那另一方面 那其實也不先進了 人家二零零三年就開始做了 已經快十年了 直詢台上犀利問政 時代力量高雄市議員 黃捷認真質詢 韓粉卻不甘韓國瑜被罷免 設立兩個罷免連署據點 對他展開罷免報復行動 發起人強調 已經累積一兩萬份連署 下週就要向中選會提出申請 要衝七萬多票罷免黃捷 我也知道說這個位置 就是絕對不能戀戰 真的覺得我做不好 我也是勢必就是要 接受這樣的結果 仔細看看罷捷的連署攤位上 完全沒有年輕人身影 被認為繼續引發世代對立 不少年輕人也替黃捷抱不平 輸不起嗎 他們應該是做好自己裡面的事 而不是去罷免別人 罷免了一個誰 那我就要罷免你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理由不充分 年輕人一面倒不埋單 但黃捷不只得面臨罷免連署壓力 高雄市法治局長吳秋莉 依舊對他窮追猛打 日前到許坤元臨堂致意 黃捷哭得氣不成聲 正是因為被吳秋莉當面痛批 事隔兩天吳秋莉仍然炮火猛烈 在裡面沒怎麼樣出去突然哭給媒體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做長輩的我不能唸他幾句嗎 不過市議員康玉成反批 吳秋莉說謊 表示他在臨堂內就看到黃捷哭了 然而吳秋莉更語出驚人 我當時就是有一股很莫名的力量 要我過去跟他說幾句 我事後在想說 難道是許醫長給我的力量嗎 因為說實在我哭不哭也都不重要 我們的本分還是市議員 所以大家關注我們的市政表現就好了 大家就是一些情緒的釋放這樣 黃捷低調 不願再隔空交火 不想模糊交點 也要避免隨著罷免團體而起舞 三日六月小禮的周莉 台北報導